好 好 那剛剛今天談台積電 我們當然要來談談台積電 台積電在今天有縱磅新聞 什麼縱磅新聞呢 台積電 鴻海說他們要入股安眸 安眸 有機會入股安眸 那是大事 安眸的收工案日媒報 台積電和鴻海都有意入股 但我们真的有机会吗 安谋创办人却在这个时候警告说 你台积电红海你确定要入股吗 将安谋出售给NVIDIA僵尸场灾难 所以换句来就是说 他似乎在暗示 安谋是要卖给NVIDIA 而不是要卖给台积电红海 所以安谋到底要卖给谁 这是日本这个媒体 日经的一个爆料 说我们台积电红海 因为他们钱不是 对他们来讲不是问题 有意思收购了这个安谋 不过我们想讲一下 但是人家创办人这么讲意思 好像他们要卖给NVIDIA 对 但是这个只是他的一个看法 现在最主要是看软银 那软银的话是在这个2016年 溢价了43% 当时孙真一口价 来 我就是要安谋 花了320亿美金 当时是国际上科技业 最大的一个收购案 但是现在这个软银 今年真的很衰 流年不利 对 亏得很严重 所以冷痛要脱手了 但是大家想说 为什么这个安谋 大家都在抢 三星就想到一招 因为三星做这个手机的处理器 但是三星也想要安谋 对 不过他不会要大的股份 他只要拿到3到5%的股份 然后拿了一个入场券 我是安谋的股东 以后给我这个专利收少一点 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我们说安谋的价值在哪个地方 我们说没有安谋 就没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我取得了安谋 等于垄断了手机的技术 这个很致命 很重要 让我们让我们的观众了解 安谋的获利模式是怎么样 其实它没有什么 自行设计什么晶片也没有 它就是智慧财产权 然后你所有的手机 平板的电脑 你在设计这个处理器 处理器就是这个手机里面的心脏 那通通跟安谋买这个细致材 然后在这个安谋的架构当中 你才做这个处理器 所以影响很大 但是目前接触各方面 这个安谋是最积极的 反正现在有三个买家 安谋 也有去找高通 也有找苹果 甚至传出了台积电 红海都有 高通 苹果 三星也都要买 但是苹果应该不太可能 而且绝对也不会去找大陆的厂商 大陆厂商也有钱 但不会找大陆厂商 那这个现在Aminia是最积极的 而且它要收购是要收购全部 那我们台积电即便进去的话 大概就是一部分的股权 为什么 台积电要保持中立 我们说这个安谋的架构 在这个手机里面它是90% 但是在这个我们说PC当中 还是Intel的架构占的比较大的比例 安谋在PC大概不到4% 所以台积电假如是收购安谋了以后 那就跟Intel就合不来 Intel的晶片永远就不会下到台积电 所以老实讲利弊得失 不过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台积电的ADR大涨 一度最多的时候涨了 你看就是最高了 涨了4.3% 一早就开非常高 就是这个消息 要不然昨天美国会办 其实表现得普普通通 最后缩盘也是大涨1.8% 反倒是这个Aminia 昨天小涨 大家想说你要拿300多亿 甚至更高的这个美金的 金额出来 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 这个消息到现在还扑朔米粒 到底安谋会卖给谁 会全部卖出 还是卖一部分股份 那买到安谋的股份 又势力势必先的莫衷一室 那我们回到股价来看 对 我觉得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因为刚才大家都有讲到联电了 但台积电今天的利多 其实在这个台股的涨幅 我觉得还好 没有涨得很多 所以也许有机会挑战466.5 但是请注意 这个时间点也可能刚好 就是差不多1万3 再次的大盘来到1万3 那今天刚才 宪哥也提到生计股的主力 我看做生计股的人 是敏感度最高的 今天大盘还没有1万3 生计股部分的主力就先跑 所以明天会更多的主力 大家一起跑 假如看到1万3 可能就要跑 对不对 所以那个震荡的弧度很 所以明天会大震荡 对 不过我们告诉大家 股票不要只看一时 要看产业的很长期 刚才我们新闻里面 有连8寸金颜的产能都吃紧 8寸金颜也要涨价了 而且大陆挺半导体 竟然28奈米以下 包括28奈米 10年每企业所得税 大力扶植半导体 对 会把这个产业拉起来 所以你看世界先进 联电的话说 都释出共同的信号 就是说他们甚至讲 18个月 未来18个月 就今年下半年 一直到明年的一整年 8寸金颜的产能塞爆 那大陆又去奖励 对不对 那就更紧 对不对 所以影响多大 所以你可以看 今天这个联电的上涨 但是世界先进我强调一下 它今天世界先进 反而大跌是因为本益比较高 联电的本益比较低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是在哪个地方 8寸的金颜产能吃紧 是谁让它吃紧 是谁让它吃紧 就我们进入了那个超商超市 你要看那个货架上面的产品 周转率最高 一上去就被买掉 就被买了 我们要找那种股票 而不是找平台 经验代工只是平台 只是一个超商 真正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产品让晶片 8寸晶圆产能吃紧 两个 而且我们印证给各位看 第一个是大尺寸的驱动IC 3034的联酉 我们讲了一阵子 今天大涨了4% 而且创下了322.5的历史新高点 股价上去 然后今天它公布的7月营收 历史新高 政绩就出来了 它的业绩那么好 所以联电的产能怎么样 吃紧 懂了 对 是这样 还有一个2379的瑞玉 它是做网通晶片的 而且它业绩也很好 对 涨得快7% 7月的营收也是历史新高 也让8寸晶圆的产能吃紧 最后可以看一下 808的智新 也公布了7月的营收 也是历史新高 它是做什么 是电源管理晶片 也让它吃紧 所以是7-0IC 电源管理晶片 让8寸晶圆的产能吃紧 真正要去找 不是在最联电的 现在要去买这一种 让联电世界先进 业绩红不让的股票 好 所以要找这种 爆发力比较强 那联电就微微爆了 我们已经学会了微微爆 好 紧接着来看汽车产业 那汽车产业就蛮虚似了 我们看到这个在涨价 那个在涨价 大家通通在涨价 偏偏 汽车好惨 在今天传出 BNW竟然 这是金融危机以来首借了 竟然大亏了6.66亿欧元 好惨啊 对 6.66亿欧元 相当于台币230亿 各位这个数字要有一个概念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日本的尼桑在亏损的时候 11年来第一次亏损 它亏多少钱 78亿台币 所以你现在算一算 BNW6.66亿的欧元是230亿 那是尼桑的三倍 那这个还是有 赚其他的部分来弥补 光汽车部门是亏了15.5亿 就是亏了530亿的台币 好 那如果你是BNW 你怎么办 传统的汽车现在基本上是 做电动车 对 你回过头来 你会去往电动车边走 我最近看了一下7月份的营收 台湾有很多做电动车的 反而它的营收起来了 所以现在各家的车厂都在做 那BNW要怎么翻身 我们早期对BNW车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i8 所以台湾很多的i8的一个电动车 但事实上后来你发现 i8根本没有特斯拉多 对不对 好 那现在的BNW 它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个它就要把内装搞到很炫 然后第二个它要把电池搞到很炫 我们先来讲它的一个内装 BNW现在有一款车 叫做i Interaction East 这个是我看过 现在所有什么Nissan 还有你看到的那些什么 我们之前介绍过车子里面 我觉得内装最炫的 为什么这些 因为我觉得它有两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它的座椅是智能材料 那你说智能材料很了不起吗 当人坐下去之后 当然你可以感觉恒温 好 第二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触控 对不对 第三我觉得有一个不可思议的 像太空舱一样 它是零重力 就让你感觉你坐在车子里面是浮起来 但我跟各位讲 这个车子还没坐出来 但是它以后要把这个变成 它所谓的全自动化驾车的一个标配 第二个它有一个智能玻璃 智能玻璃就跟我们穿衣服一样 就是可以调节车里面的温度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天气热成这个样子 你进到车子里面 你根本快被烤成那个焦阿巴了 对 所以你如果有智能玻璃的话 当然可以对你车子的降温 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驾驶人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萤幕 那个就是有辅助的这个助理 就比那个Siri还要更高等的 对 然后里面的话 我的萤幕那么大啊 对 而且它就基本上 就是有点隔空画物的那种感觉 那它还有配合AR 所以跟你坐起来的话 就跟基本上你在开车那个环境 就跟打电动一样 好 这是它第一个 就豪华的这个里面的座舱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电池系统 那电池系统里面它强调两个 第一个的话它要100%的回收 第二个它要绿能生产 那100%的一个回收它就 因为它都在想 电池所有的这个电动车里的 碳排放量有四成都来自于电池 所以我只要能够把电池回收的话 我就可以把全世界的碳排放给降低 那这里面它就盖了一个 1.1亿的一个电池工厂 那它去找瑞典的电池跟它合作 然后找比利时的材料跟它合作 好 现在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它整个BNW它的时程我算了 2021年就是明年 它大概要有四分之一的车子 变成要嘛就全电 要嘛的话就是油电混合 2025年的时候是三分之一 2030年是二分之一 就一半的车子都要是这一类 可是我稍微算了一下 以欧洲来讲各位你知道吗 2025年的时候荷兰跟挪威 这两个国家就要全部变成自动车 2030年的时候 中国 美国 印度跟德国 所以我觉得BNW时间一定还会提早 因为只有它做到一半 别人都已经全部在用的时候 它一定批评不过别人 那既然未来所有的汽车产业决战点 都在电动车 我们回来看新闻 所以小鹏这个决定我不知道是对是错 他决定要去美国IPO 因为很多中企不是在美国IPO之后 被美国政府修理都回中国了吗 但小鹏竟然在这个时候 逆势到美国去IPO 新一轮融资增加到4亿美金 阿里巴巴当然会参与 对 而且阿里巴巴是3亿多美金 还有卡达投资局 所以你说它的逆期会不会成功 我认为会 因为它抓的时间点很简单 以前电动车就是一堆人在骗补助 成立了一堆的公司 都没有营收也做不出车子 但是现在因为市场 经由这次新冠疫情之后 淘汰掉了很多 所以能够活下来的在美国 就会变成青睞 那小鹏汽车基本上 这一次已经拿到了这么多 重量级的一些人 那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这家公司还蛮了不起 2014年的时候 一个新的年轻公司 2015年开始做电动车 然后两年之后 2017年的时候 他就做出第一台β版的 就是参考版的这种电动修理 好 当年的12月 做出第一台1.0版的电动车 而且董事长何晓鹏 自己就拿来开 而且在北京挂牌 已经测试过5000公里了 那你说它为什么 有办法做得出来 第一个我觉得技术人员 资金的一个奥远 我们来看一下它车子里面 有几个也蛮炫的东西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自动停车系统 它强调就是视觉融合 我们现在的自动停车的概念 就是我们人下车 按一个手机遥控 对不对 然后车子就会自动 自动停 对 但是现在那个 已经还不够炫啪了 再炫啪一点的话 就是说他进去了以后 他还会告诉你 你人坐在车子里也好 人在外面也好 他会告诉你 现在这附近有几个车位 哪一个车位是最适合 你车子的长宽 高 然后把你连车主要出来 开门的距离都把你算出来 那你自己选择你要上哪一个 这个地方去停车 好 那你人坐进去之后 你在Bucku的时候 你只要按一下 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车子要准备救续了 你人下车也好 不下车也好都OK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炫的功能 第二个部分的话 这个功能我觉得 倒是可有可无 因为他说是高温杀具 就车子里面的高温杀具 如果各位你常常车子里面 有载小孩的话 你就知道 那车子里面的那个东西 一定是乱七八糟 吃的东西什么掉了满地 对不对 高温杀具当然就是 把车子里面的细菌都除掉 他说高温杀具大概控制在56度C 你给他杀一个小时的话 车子完全无菌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确实蛮酷的 然后30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进到这个车子里面 我想不能杀新冠肺炎的病毒 如果可以的话数点会大麦 对 好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抢电动车这一块 个股怎么看呢 先来看一下 整个电动车的一个选果 我们就是涵盖 这个是我在6月11号的时候 分析的一个资料 各位 你去看那个时候 特斯拉好年轻 才1000块左右 那现在最高是1700对不对 那当时我们提醒大家就说 我们讲得很早 对 我们讲得很早 对 但后来我有提醒大家 我说他一定初期先看1500 那未来会不会3000 就看他的太空船 跟其他的电力跟太阳能系统 那1500过了1500会变支撑 各位如果你去调一下 特斯拉最近的线图来看 特斯拉看起来好像又要动了 因为他最近整理的支带还不错 那当天我们在介绍股票的时候 我就特别强调两档 我有分析的 一个是4551的智能科 智生科 然后第二个的话 5457的宣德 我们来看一下到今天为止 这几个礼拜下来 他们的一个走势 那智生科今天有碰到涨停 6月11号在这里 他曾经突破新高压回 今天再涨停 那我们来看一下宣德 宣德这档股票就涨比较多 这个6月11号在这儿 然后中间有经过两次的一个涨停 到现在已经从80块左右 已经来到了100 最高111 最高111 那现在我最近在研究宣德的时候 我倒不是叫大家说 一定要去追宣德 因为法人现在很多人在看好宣德 我倒是从宣德里面 我提醒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们先不要看他最近这一段在大涨 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一段 在整理的时候 你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跟力讯合作 所以他又有苹果的概念 又有特斯拉 他是不是很好 他应该要很好 可是不涨就是不涨 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在想说 他一定是一个坏股票 或者是他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 就事实来证明就是运好不怕运篮 运好不怕运篮 就像蔡总说的 产业趋势看对后面会上去 同标 对 那那个时候的市场的资金 是在生计跟去美概念 所以钱卡住了 那刚刚阿关有特别提到生计 对不对 我认为生计其实明天应该要正 为什么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补充的原因 因为他正好今天的反弹跟明天的反弹 会来到他整波跌幅的一半 所以他就反弹0.5了 所以到那里应该要小心 很多人会下车 好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他整理完了之后 你看他整理的形态 好公司也会整理 整理完之后再喷出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跟特斯拉最相关的一档股票 现在市场全部人都在看6288 可是他问题就是他不涨就是不涨 所以他会不会复制宣得当时 有可能 那你说他最近为什么不涨 因为他这个地方在洗缺口 而且他现在大家在想就是说 你只是在做那个后车灯 那问题是车子的认证时间很长 一旦切到了后车灯之后 你的头灯就有机会 好 我必须要跟各位来讲 那我们来算一下 就是说宣德现在的本益比是36倍 好 到今天的股价是36倍 而且法人还在上调 连加今年这个做后车灯的 这个特斯拉的连加 他今年预估可以赚到1块3 他也会成长 那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不要说36倍 我们给他30倍的本益比去乘以1.3 他现在的股价都委屈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